PS零基础入门第129课 沿路径创建文字 我们上节课学习了文字变形 就是我们可以把文字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文字本身呢 它是会有 它的形状会有变化的 本来它是方块字 那我们通过那种文字变形呢 它可能最后呢 并不是一个方块字了 那么今天我们讲解的沿路径创建文字 它也可以创建一些文字的效果 它也可以达到变形文字的这种效果 但是呢 文字本身依然是保持一个方块字 只不过是呢 这个文字的走向 这个文字的它的去 怎么样去走 它并不是横平竖直的去走了 就是它可以弯弯曲曲的去走 但是呢文字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形 它依然是一个方块字 只不过呢 它可能文字的方向会可能会发生变化 文字的排列会发生变化 但是文字本身呢 并没有发生一些变形 那么这也是跟我们上节课学到的那种文字变形 所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现在新创建一个文档 我们在这个图片上呢 我们创建一些文字 我们讲解的是在路径上去创建文字 所以呢我们先创建一个路径 我们创建一个用钢笔工具 创建一个直线线段 最简单的一个路径 这是一个直线的线段 最简单的路径 那我们再选中这个文字工具 文字工具 我们放在这个路径上的时候 这个鼠标会发生一个小变化 好像伸出了两个小手 这时候呢我们再点击它 就直接就可以去输入文字 在路径上创建文字 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给它变小一些 在路径上创建文字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路径文字 它会有一些小标记 我们放大了看一下 会有一个小叉 开始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叉 就是在文字 文字的方向呢是从左到右 路径的方向呢也是从左到右 而且在开始的地方呢是一个小叉 在结尾的地方有一个句号 一个小圆 那我们为了好记呢 我们就可以称作它是叉叉圈圈 这样呢就比较好记了 这个小叉开头 然后小圈在结尾 另外呢这个小叉和小圈呢 也是可以去移动的 移动了以后呢 这个文字呢 这个文字始终包含在 叉叉圈圈里面 它在小叉和小圈之间 所以呢我们去移动这个小叉的时候 那么也会移动这个文字 因为这个文字呢是开头 那么你移动了这个开头呢 那个文字呢也会变动 这个小圈呢是在末尾 那么如果我们移动了这个小圈 那么它可能把某些文字给遮住 那我们用什么去移动它 那我们用这个 路径选择工具 因为我们创建的这个文字呢 是在路径之上 它是基于路径创建的 它是衣服在这个路径上的 所以呢我们去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路径选择工具 路径选择工具里面有一个小黑和小白 这也是我们在之前学习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给它起个名字比较好记 就是一个是小黑一个是小白 那么这两个选哪个都一样 比如我们选择小孩小黑 选择小黑了 选择这个路径选择工具 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鼠标 放在路径周围的时候 放在这个文字上面的时候 放在这个路径周围的时候 发现这个路径 发生一些小变化 它出现一个小箭头 本来是一个文字 一个爱文字的一个 一个小图标 旁边它出现了一个小箭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用手笔要点住去拖动的时候 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拖动这个小叉 去改变这个文字的开头 比如说我让它在这里开始 也可以 那我们拖动一下 在这里开始 那么因为这整个路径呢 它都包含在小叉和小圈之间 那么如果这个小叉和小圈比较窄了 比如说我们一直往右移动 发现它比较少 就是不足以容纳那么多文字的时候 它会发现有些文字呢 就会消失了 就不再显示了 因为这个容器呢 就是这个小叉和小圈呢 相当于一个容器 它如果没有那么长的话 那么它有些文字呢 它就不再显示出来 那么后面的小圈也是可以移动的 那么移动一下 小圈也是可以移动 小叉也可以移动 所有的文字都包含在叉叉圈圈里面 我们用这样的说法呢 虽然不是很异雅 但是呢 确实比较容易好记录 比较好记忆 那么这是我们去控制 相当于小叉和小圈呢 相当于是一个文字的范围 它会出现在 会控制一个文字的范围 另外呢 这个文字的方向 跟路径的走向是保持一致的 还有我们把文字 也可以翻转一下文字 比如说 我们现在拖动 我们如果往下拖的话 会发现这个文字 会翻到下面去 翻到下面去以后 你会发现小叉和小圈 它的那个位置也变了 本来是左边是小叉 右边是小圈 我们给它翻到下面以后呢 变成了右边是小叉 左边是小圈 那么不管任何时候 它们在哪个在哪里 那么小叉呢 总是开始 小圈总是结尾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翻到下面去 那相当于是说 这个小叉在右边 那就说 这个文字呢 是从右边开始的 不管它是怎么 怎么翻 文字怎么倒立 那么它是从右边开始 这个小圈呢 它在左边 那么就说 我们去 这个也是叉叉圈圈 它是一个范围 那么就改动的时候呢 也会出现在这个状况 那么跟它在上面一样 那么如果我们想 想让它再回去 我们直接拖动的时候 现在是鼠标是按着的 我们直接拖到上面来 它就又会翻转上去 那么这个是对这个 在最简单的路径之上 然后去操作这个文字 怎么样去让它翻转 怎么样去控制 它这个范围 控制它的移动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路径上 那么我们 把这个先关闭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复杂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使用 形状工具 去创建一个圆 并且在圆上 我们去 给它输入一些文字 依然是创建了路径以后 然后选择文字工具 选择文字工具以后 依然是把这个鼠标 放在这个路径之上 然后点击 我们再给它输入文字 在路径上输入文字 然后这个文字就会 沿着这个路径 就会转圈 这个路径本来是圆的 所以这个文字 它也会是变成圆的 如果我们输入很多的话 一直输入 那么它就会围绕着路径 这个路径的转一圈 另外我们发现 这个小X和小圈 它俩有可能会重合 因为现在的位置 它俩都重合了 小X这个位置 小X和小圈 它俩跑到一块去了 那我们现在想要移动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想 这个在路径上 这个在这 它是属于这个文档的 这个文字的开始 那么如果我们想移动它的位置 那我们依然是选择 这个路径选择工具 依然是跟直线上一样的操作 只不过呢 感觉上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圆 感觉上增加了一些复杂度 实际上呢 跟在直线上的操作呢 就是一模一样 另外呢 我们在于拖动的时候呢 这个小X和小圈呢 有可能位置会这样 位置会颠倒 这个也是会扰乱我们的一些判断 比如说现在 这个开始是这样 方向是从这里转 就是比方说是 现在是顺时针 现在顺时针这样转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小X 给它移到这边来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了 就说这些文字 你可能会在里面绕一大圈 然后你才会能够理解 它会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俩重合了 现在你可能要把它分开的时候呢 又不会 可能会碰到一些障碍 那么我们可以 再去自己再去尝试 再去操作的时候呢 大胆的去操作 大胆的去尝试 然后多操作几次 就知道的 有多内在的一些东西了 那么这时候呢 依然是可以给它设置它的大小 然后呢 去改变它的位置 用路径选择工具 然后去改变它的位置 依然是小叉和小圈 看一下时刻注意着 小叉和小圈 它俩之间是保持 限定了一个文字的范围 如果我们去 缩小范围 比如说缩小 文字依然跟直线上是一模一样 这个叉小叉就是开头 我们移动的时候 这文字呢也会移动 如果翻转的时候 它也会翻转 比如说我们拖到里边来 它就翻转到里头去 文字的方向呢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如果它跑到里面去了 那么这边呢 就会变成小叉永远是开始 这边又变成小叉 那么开始呢 它就会在这边 我们再次翻转过来 拉出来 那么它就是小叉又跑到这边来 小叉永远是开始 所以它就是从这边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方向 那么再讲解一下 这个文字的移动 比如说我现在要想移动它 我们可以使用移动工具 去点住这个文字 然后就可以移动 我们也可以使用路径选择工具 比如说选择小黑 在操作路径的时候 这个是在路径的内部 那我们在去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点击了路径的内部 那么这个路径呢 就可以被选中 而且呢我们就可以移动它位置 我们移动路径的位置以后 这个文字呢也会跟着去移动 移动的时候呢 发现它会慢办法 这个不需要理会 就是说你我们移动入境的时候 这个文字呢 会跟过来 会随着一块运动 那么看到这个小圈呢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 就是我们再去 比如说你在 你要去利用这个 在路径上输入文字 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去做一些印章什么的 这个时候你发现 它就可以去制作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有限公司 然后中间呢 你去画一个五角形 然后再画一个外边的那个小圈 红色的小圈 那么这就可以去做成了一个印章的一个效果 就是非常简单 这就是使用这种 在路径上去输入一个文字 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应付很多的工作 应付很多的这种需求 那如果直线段 我们也可以使用路径选择工具 小黑小黑选择这个直线段 只要你能选中这个路径 那么我们移动路径 就相当于是移动了这个文字 同时呢 对于像这种圆形的 那么你想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 这个文字呢 位置不对 那么我想移动它 也可以使用 Ctrl T这个变换 不能变化路径 因为路径的所想部分 不包含任何像素 那就说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于变化的方式 也可以改变这种文字 但是呢 不鼓励任何操作 我们鼓励去用小黑或小白 去操作它 去操作它的位置 去改变它的 另外呢 这个自适面板的 所有的这种功能和参数 都跟它是直线的文字 没有操作上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也许可以增加它的那种 字符间距 调整它的大小 改变它的基线的位置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去 加粗也可以 所有的文字 字符面板的 所有的参数的设置 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再来讲解最后一个 比如这个是在文字上 现在呢 依然是这个路径 那么我们想在这个路径的内部 给它输入一个文字 我们发现 放在这种 闭合的路径之上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放在路径的 路径之上 那么它会出现这种输入文字的 这种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我们放在路径的内部 发现这个小标志呢 周围多了一个小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点击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路径的内部 输入文字 在路径内部 输入文字 那我们改变一下 这种文字的这种间隔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 在路径内部的这种文字 我们输入了以后 发现它被限制在了 这个路径内部 比如我们现在打字 打字 然后它触碰了 触碰到这个路径的边界的时候呢 它就会直接换行 然后继续再打字 打字以后再触碰到这个路径边界 它又自动换行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 可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用那种不规则的 那种不规则的那种 可以就可以 做这种把这个文字 限定在一个路径之内 那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说在路径的内部 去输入这个文字 现在也是把路径呢 把这个文字呢 限制在一个 封闭的 一个路径内部 封闭的一个 不规则形状的一个框框的内部 那么这个呢 不是在路径之上 是在路径的内部 那我们也可以去输入这个文字 这个路径 不管你是在路径之上 去输入文字 还是在路径的内部输入文字 那我们把这个文字 输入好了以后 路径本身依然是 依然是不会显示的 就是它只会显示 这个文字本身 那么我们想编辑的时候呢 直接使用文字工具 然后去点击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编辑 但是编辑好了 最终的结果以后呢 这个路径本身 并不会去显示 但是呢 它会显示 比如说你的 我们在制作一个 用钢米工具 制作一个那种 随便去弯来弯去的这种 就是我们制作 这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 从这里去开入 输入这个文字 那有工具的文字 那我们就不再去写了 那么它就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只看到是文字 在这里动 当然呢 我们再去打印点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 这个文字 这个路径本身呢 并不会打印出来 但是它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 第129课 沿路径 创建一个文字 虽然这个文字本身 它并没有变形 只不过是 它所行走的路线 就是文字相当于一对人 它所行走的路线 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文字本身并没有变形 这是和文字变形 那个样式呢 是一个区别 这是它们的区别 这是它们的不同点 那我们可以 利用这种 在路径上创建文字 去创建一些 各种各样的效果 或者是比较能够 直接能够想到的 就是说 我去制作一个印章的效果 就用这种 在路径当中 去创建文字 就可以轻松的去实现 当然我们也可以 用文字 各种各样的形状的文字 来去做一些排摆 来去美化我们的图片 当然这样也可以 好了 以上就是第89课 有任何疑问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也欢迎大家订阅 关注一下 大神加油站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好 好 好